好 谢谢大家 大家过年好 我们哥俩 在天津可能演了 有几年了 五年了 五年了 而且最近呢 三年演的都是关于过年的事 对呀 你看前年我们演的是什么 有人记得吗 前年演的大年三十 您回忆一下 放炮 三十不打孩子记得吗 对 演的这个 去年演的什么呢 大年初一是逛庙会 对 我爸爸吞金鱼 按理说 按理说 今年是不是咱们就得演大年初二 那么排着来的 对呀 大伙都是天津有一老简 什么 初二是孤日节 这倒是 顾名思义 这孤日初二的时候 得陪着自己媳妇回娘家过节去 对不对 一说这孤日节 我想起我小时候 我们初一晚上 坐一晚上火车 第二天呢 早上就到沈阳了 正好初二 但是哈尔滨那会儿 确实是不好买票 您琢磨 我爸我妈俩人抢 愣抢的不是一趟车 分着回去的 我妈先走的 我爸带着我去 我爸爸走在哈尔滨那火车站里头 火车站又漂亮 飘着雪花 路灯昏暗 那场景太好了 我爸爸这时候拎着礼物 带着什么礼物 得带好礼物啊 是吗 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 我跟你说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嘿 不是香 拎这个得有牌面 确实是好礼物 是不是有牌面 这手拿着礼物 这手拿着一皮箱 对 那拉杆香 那皮箱 我爸爸走到火车站 哎呦 飘着雪花 你先等会 等会 好像多霉 这里没你 我在里边呢 你在哪呢 我在皮箱里呢 你怎么在皮箱子里头啊 这就看出我爸爸姐姐来了 怎么呢 我爸爸为了省张车票钱 给我塞皮箱里了 好家伙 是那么省钱的吗 这还好的呢 这还好 我爸爸出那主意 我爸爸那意思是 我爸我妈全进皮箱 哦 一家三口 全在皮箱里待着 对 全进皮箱 那怎么上到火车呀 你这人有毛病 那还上火车干嘛 走物流啊 好 这反而都想绝了 对不对 我爸爸拉着 我卧在皮箱里围着 哎呦 上火车 上火车之前 我爸爸跟我说呢 说什么呀 进去之后 别出声 别整动静 这为什么呀 人家检票 那检票的过来之后 查查你 不给你没收了怎么办 对不对 把你没收啊 我爸吓唬我 虽然说我不出声 但是饿呀 你闻着那个泡面味多饿呀 我也不敢说话 我也不敢喊 我在皮箱里耿吃 难受啊 您昨晚我浑身没劲 我又饿 我怕我 我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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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坑就坏了 怎么呢 让人听见了 谁听见了 我爸爸对面 做一大爷 这大爷 啥动静 听着不对 听不听着 啥动静 大兄弟 你这是啥玩意儿 我爸当时汗都下来 对了 不是大哥 那啥没啥 啥也没有 听差了 故作镇静 不可能 你那箱子里有毛病 你是不是把你儿子 塞箱子里了 让人发现了 那咋整 我爸爸咋整 怎么办啊 我爸爸只能说实话了 哦 承认了 大哥 确实把我儿子塞箱里 但是大哥 我跟你说 你能不能替我保密 那没问题 必须替你保密 这为什么呀 我儿子也在皮箱里呢 哈 好 俩鸡贼这是 你儿子几岁了 八岁 哦 八岁 他俩同岁啊 我儿子也八岁 我跟你说 我儿子老听话了 怎么呢 我跟你说 上火车之后一声没啃 哦 那不行 我儿子老耿紧 我跟你说 我儿子不光听话 嗯 我儿子还聪明 聪明 你这么来 我让我儿子给你表演个绝活 啊 绝活 还有小节目 这大爷一踢那箱子 嗯 儿子 儿子 你听箱子里头 嗯 呃 什么狗叫啊 我爸爸当时明白了 哦 大哥 你儿子是狗啊 管狗叫儿子吗 大哥说了 嗯 打老弟 你儿子不是狗啊 啊 这你爸爸怎么回啊 我儿子是狗啊 哎 对了 我儿子老狗了 嗨 拔岁了吗 那是老狗 成年狗了 哦 老狗了 嗯 对不对 大兄弟 站住 我让我儿子给你表演个绝活 老厉害 我儿子会算数 算数 儿子 给来个 一加一等于几 你听箱子里 玩 玩 还真算出来了 呵 我爸不是好圣心来了 怎么呢 大哥你要这么说 嗯 我儿子不光会算数 怎么样 我儿子都会背永娥 哈哈 还撇上了 大哥说你这下吹呢 狗会背永娥 嗯 儿子 背个永娥 我在箱子里我听见了 那你说背是不背啊 嗯 我要背了吧 那不就露馅了吗 是 你不背也露馅啊 不是我要是不背的话 嗯 我爸面子也过不去啊 对 那怎么办呢 嗯 一会儿头皮背呗 我在箱子里 背吧 永娥 怎么背呀 你这没法背 叫三声 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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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你这好像不是夸我呢 不是 还是人学狗像 这对面那老头听完之后 好家站起来鼓掌 好家 好家 真也够厉害呀 这玩意能被勇哥 你这没见过呀 我爸赶紧喝 大哥大哥喝醉 不要声张 你这一会儿乘警来了 抓住算你算我呢 对不对 这坐下坐下坐下 我跟你这么说 不是我跟你吹 我儿子就现在 给他一张三年级试卷 他能打三十九分 这没什么可炫耀的呀 我跟你说 我儿子没进话呢 再进话进话 给一元一次方程 能解开你信不信 你竟瞎吹大兄弟 咋的你儿子还会进话呀 咋你儿子再进话 能站起来说人话呀 那可没嘴 你别瞎巴巴了 兄弟 我跟你说点真的 我挺歇狠你这狗 你这儿子多少钱买的 好 大哥你说这啥话呢 那是买吗 我自己生自己下的 自己繁育的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不是你自己繁育 你这一窝下几个呀 就一个 独生的 那个你这么的兄弟 你把你那儿子卖我吧 大哥你说这话丧良心 这玩意儿能卖吗 这玩意儿 我要卖你 他妈不得把我吃了我 你让他妈再下一窝 不就完了 大哥别说了 再说咱俩容易干起来 赶紧睡觉 睡觉 俩人睡觉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谁听见了 让谁听见 后边俩贼听见了 小偷 俩小偷 他俩一琢磨 这一车的钱包 没这俩狗值钱的 对了 一个会算数 一个会被永恶 你瞧瞧 这要偷出去一卖 这得值多少钱 这还没进化呢 这不发财了吗 对不对 俩人下定决心要偷狗 偷这俩皮箱子 夜深人静 憨声似起 俩人就行动 一人拉一箱子 从座子底下抽出来 拉着就跑 跑得比较车厢中间 那么一个窄过道 连接的地方 大哥我太想打开看看那狗了 我想这啥狗 啥品种呢 能被永恶呀 是 是我也不知道 啥品种能被永恶呀 你打开看看 谁都好奇 拉链一开 刚开一半 我见链了 那会儿我小 我一看有的链 我赶紧往处处 我以为给我弄吃的呢 开饭了 我脑袋就钻出来了 兄弟 这玩意儿长得好像是金巴 怎么看出金巴来了 我在乡里 我总明白了 我说你俩谁呀 大哥 你听这口音 他也不能是金巴吧 对了 东北口音 这跟口音有什么关系呀 对呀 你看这金巴 他金巴能说话吗 是金巴能 他金 他说话了 刚反应过来呀 我说 这你俩有吃的吗 我饿了 这贼从兜里掏出根 火腿肠来 这就是给你准备的 我说谢谢 八个我就吃 这贼反应过来了 兄弟 怎么着 这就不是狗 废话 刚看出来呀 这是碰见同行的 怎么还同行啊 以前我就干这砖箱子的嘛 就专门砖皮箱 原来在大巴里头 自己一拉开 出来偷别人皮箱里东西 以前大哥就干这个的 后来大哥长大个 钻不进去了 拿你当小偷了 你这兄弟你行啊 这么点就钻皮箱啊 兄弟这么到 这车厢归你了 我俩上别的车厢 这俩人拉链 拉上之后 把这俩箱子都送回去 送回去之后呢 又塞那座底下了 塞回去是塞回去了 俩箱塞法子 位置放错 这俩箱长得还一模一样 为什么呢 都是在火车站 门口想的主意 在站里头买的那大箱子 都是一样 最大号的箱子 长得一样 误会大 怎么呢 您琢磨俩箱子塞错了 一到站 对面那大爷一下车 拎着那箱子就走了 就是拎着你啊 您记住那箱子里是我 拎着就走了 我爸爸醒了迷迷糊糊 拎着箱子也出去了 那不是他儿子 那是条狗 他拎出去之后 一出站 我姥爷 我姥姥 还有我妈 接站呢 接你爸爸来了 接我们俩呀 一看上来 哎哟 大孙子呢 我大孙子呢 大孙子哪儿去了 我爸说 爸 妈 没事 箱子里呢 我爸爸一伸手 把这箱子打开了 您琢磨 人在里边憋一手 都迷糊 那狗好家伙 更迷糊了 咱们呢 一开这箱子 一条大黑狗 这狗在箱子里晃 一会儿就起来 这儿咱来回 前后他晃悠 他恶心的 他跟这晃悠 是 我姥爷眼神不好 这大孙子 怎么呢 多亏来事 怎么会来事 到见面就磕头 你姥爷什么眼神啊 红包给你准备好了 我姥爷一伸手 递红包这狗 刚吃就一口 咬上了 我姥爷手快 说回了 这孙子咋还咬人呢 我姥爷说了 那是咬人呢 嫌你红包小了 这俩人谁也没看见 我爸爸看这狗傻了 是 我妈问我爸爸 我儿子呢 对了 我儿子呢 问问吧 你儿子 哪儿呢 这会儿可能学算术呢 对了 我爸爸赶紧一五一十 把事情交代清楚了 交代明白了 说实话了 赶紧想一主意啊 怎么把儿子找回来啊 我爸爸想一主意 这大黑狗可是老狗啊 对吧 老马还试图呢 把它撒开了 他肯定能找着家 他要找着家 咱就找着儿子了 撒开了 他就跑 这几位在后边这追 不说他们 再说我 你那边怎么样呢 老头到家了 到家之后 把装我这箱子 直接就放到客厅了 他刚拉这箱子 拉一半 他发现 坏了 不对 怎么 他那箱子 有一小记号 他心琢磨坏了 我不会拿错箱子了吧 刚反应过来 不会把永娥 给拉回来了吧 他正琢磨呢 因为我憋着怎么吓唬人呢 我把这箱子盖 一撑开 网出一蹦 挖 对了 我这一挖 我也傻了 这俩人我不认识 再看这老头 吓死过去了 直接躺地下 老太太也没顾 我扶老头 我正琢磨呢 大黑狗从院外 跑进来了 紧接着 老两口小两口 追进来了 追进之后 好家伙看儿子了 抱着我这痛哭 我妈说 哎呦 你这时候大过年 差点把儿子整丢了 我说妈妈 别哭了 我把老头给吓死了 我爸过来 当就一脚 大过年的 说什么不吉利话 什么叫吓死了 赶紧赶紧帮忙帮忙 把老头扶起来 妈胸口捋后背 喝了口茶 冲老头的脸 这老头还真醒了 一看着我爸爸 眼都拦了 是啊 说了句话 说什么呀 大兄弟 你儿子真计划了 还没明白呢